炸机店老板娘把刚炸好的六块鸡块分成两小袋 拿给外送员 外送员确认总共六块炸机后 放进保温箱送给订餐的无姓女子 没想到外送员刚送完 外送平台马上收到客宿 说少送一袋 还抱怨花了三百多元 只拿到了三块鸡 真的不太好 外送平台给了357元的优惠券 赔不是 但明明是炸了六块炸机 外送员送的也是六块炸机 怎么无姓女子拿到的不一样 炸机店跟外送员办起柯南 揪出无姓女子炸妻 就为了凹357元 被判炸妻得利 除有期徒刑三个月 得一颗罚金罚九万块 会发现有问题 是因为炸机店老板娘 不是第一次遇到餐点 有缺被投诉 111年12月29号就有一次 这次是112年1月31日 两次送餐的地点都相同 怎么会这么巧 每次餐点都缺漏 老板娘确认餐点送出前 都有先点过 刚好两次送餐 都是同一名外送员 送餐时就觉得奇怪 第一次餐点放在门口 第二次是对方亲自取餐 都确认才离开的 怎么回头就说少了一代 报警后一查才发现 无姓女子怕被发现 第二次贪小便宜 点餐还用假名 就是看准外送平台客宿 多会席事宁人给优惠群 这本殖民卖场 唐吉赫德店家跟经理 现身万华分局前 因为店家遭顾客控诉 卷入炸漆遗云 四名店家人员在雨天中 先后在禁局外集合 会同两名委任律师 一起进到禁局做笔录 低调不愿多做回应 卷起争议案件 民众怒萨 争执过程 三名顾客跟店员当场 吵了起来 直以宛如一番赏的诈骗分本 因为99颗扭蛋当中 顾客花了1200元 买走最后6颗 却始终都没有1500元的大奖 直以堂及喝德藏签 我觉得如果你今天要拿 一番赏或者是扭蛋 之类的东西出来 你奖项也列得那么清楚 你就不能去做 有欺骗消费者的行为 毕竟大家都是看到 上面大奖 还没有被抽出来 才会因此而消费 所有的奖项都应该要放在里面 让大家公平的去转 这是一个几率性的游戏 法务局大动作 会同商业处及警察局 前往事发的西门店联合机查 今天消费者已经有到 警察局去做相关的一个报案 就是是不是有设置到诈气 依照我们消保法39条 是可以做限期的改善 那没有改善的话 业者是罚2万到20万 依照规定 业者要揭露扭蛋头奖 是否抽出不能有所隐利 这消失的大奖究竟去了哪 唐吉赫德跟厂商 都说有按照游戏规则走 内部定调 有一亿的顾客 可以持消费证明退备 由于顾客提高诈气 后续得由检警介入 追真相 东森新闻社会中心在台北报道 刚上桌的针角冒着热腾腾的烟 用筷子一夹开 皮薄 线多 里面还有只Q弹的虾仁 是这家位在人雄路上 相当受欢迎的餐点 但是有民众po文投诉 在这家餐馆点针角外带 他要点虾仁针角 却误点为鲜肉 发现点错了 立即更改 但是后来拿到餐点 确认单 上面却写着虾仁 让他恨生气觉得对方是在骂他 其实你来他有这样子过吗 比如说会特别在上面写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我都用好 是哦 因为我都蛮简单 就是点骂下面 我觉得不是故意的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是 他们店家服务也是忙的 所以有时候 对应该是纯属个案 纯属个案 说你来这边 其实他们服务态度蛮好的吗 我觉得还不错 这个的话我看的是 我觉得是蛮瞎的 我个人认为是 有人说是故意 我觉得应该也有可能吧 民众对店家 在点餐单上写的注记 有不同的反应 而店家则说 老板不在 低调不回应 我还不太一样 因为我是早班 但是昨晚发生的事情 我不是已经 抱歉 就一般的店家 因为在用餐时间出餐 会相当忙碌 对外带的餐盒 有时会以简略的方式写注记 像是排骨便当 写成的排便 就难免让顾客心里觉得怪怪的 东森新闻 洪宝青在高雄报道 打开餐盒 各式蔬菜 五盐六色搭配好几块 水煮鸡胸肉 这样的健康餐盒 主打少有少盐 不过有民众买到这一个 惊呆了 一长条鲑鱼 民众还没吃 就先吓到 因为超级薄 超级干扁 而这样 竟然还要价150元 抱怨没多少肉 真的太夸张 不太行 它太少了 肉看起来就偏少 而且健康餐盒 感觉就是蛋白质 产量是要高一点 菜看起来也 没有很多 对 就觉得好像没有到150的价值 实际上评论看 消费者点的餐盒 鲑鱼不管是偏干偏小 还是中等适中 或是厚实大块的鲑鱼 都有人买到 它有厚跟薄 它可能弄太薄了 所以它干得很丑 肉都一样 有时候就是比较 今天比较贵 明天比较量大小 它很难那个 在到店内买一份 同样的餐点 鲑鱼没想象中小 反而很大块 不过厚度仅约一公分 有人说是真的很考验 店家的切工 买鱼类便当 也要看怨气 感觉就像在玩 抽盲盒 就只能认命吧 就是以前好像给的比较多 现在都比较少一点 除了健康餐盒 也有民众抱怨 买了一盒卤肉饭便当 要价100元 不仅菜色很单薄 饭盒的高度 也仅有4公分 发问 这难道是变相涨价吗 在这大通膨时代 涨价 餐量缩水 未来恐是常态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 综合报导 餐点明明就送到了 放在外送指定的桌子上 外送员看没有人来取餐 又走回大楼管理室 只见他对着餐点拍照完 A走餐点 就这样离开了 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 事发在5号凌晨 左营区 被害人雷先生说 他用外送平台 并且用手机先支付款项 帮养生款的员工 叫了619元的宵夜 外送员餐点送达 并拍照传给他 不过他事后垂拨餐点 调监视器才发现 外送员拍照之后 拿走餐点 让雷先生超傻眼 平台事后退回619元的餐费 他在外面等看我们来拿 然后过一段时间才进去拍照 然后才进去拍照完以后 东西就直接拿走 就可能是太恶 雷先生没有报警 证明外送员有没有被停权 平台也没有回应 但其他外送员这样说 一般来讲的话 实际应该就是会放在原地 让客人去取餐 因为他已经付钱了 那如果他是拍完照又拿走的话 那可能就是他就想要那个餐点 然后他不想付钱 可能会被封账号吧 会被封账号 封账号吗 你说被Uber吗 所以这是你们的城寸 对该是 那他以后就不能跑 对啊 外送员送餐又A走餐点 过程全被大楼监视器拍下 自导自演的离谱行为 恐怕涉及侵占 到底是有这么饿吗 让被害人好奇 而外送员的偷餐行为 可能面临账号被停权的惩处 东森新闻在高雄的采访报导 油滋滋猪脚在酱汁里卤到手头 一旁大块的腿裤肉 油油嫩嫩 有肥有瘦 大刀切片再搭上配菜 一碗腿裤饭上桌 让人食指大动 肥的 为什么 比较香 我喜欢比较瘦的 就是类似肉燥饭 不是卤肉饭那种 请问要肥一点瘦一点 还是要半肥半瘦 腿裤肉怎么吃 各有一票爱好者 不过这款你能接受吗 肉看起来是很多 铺满整碗饭 不过全是油滋滋的肥肉 网友发文 本来想吃腿裤饭 结果点到腿裤皮饭 实在太肥了 到底为什么有这个选项 真的有人吃这么肥吗 好像是蛮油的 但我应该会很喜欢 油脂会比较容易吸到 它的汤的香味 它瘦肉的话 咬起来会有点干柴 所以如果整碗都是油的话 会非常好入口 就是肥肉饭的感觉 可能会有点腻 买了 还是要勉强把它吃完 个人我应该也会跟大家说 应该是肥瘦就各半 不要都是肥肉 可能会配一些茶类 或清爽类的去解腻 有人认为会做的厨师 可以滷到肥而不腻 蹄膀皮好软好吃 而且是胶直不是三层那种肥肉 但看不下去的人就说 这腿裤看起来没入味 光看就没了食欲 甚至有点像厨余 那一茶架多 一碗油亮亮腿裤皮饭 喜欢的认为是饱 不喜欢的就嫌弃到不行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台北报道 見て,是什么东森新闻 也快ski趋成了 大小新闻 这地方能溢通知 很棒 来找到 去 最后